欢迎各位同学来到牛客网程序员面试理事专题讲座 那么我们今天呢讲过的内容是经典排序算法 以及和经典排序算法有关的面试题 那么首先呢我们介绍一下第一个经典的排序算法 那就是冒泡排序 冒泡排序是时间复杂度为必沟n方级别的算法 冒泡排序的过程呢当然非常简单 一开始交换的区间是0到n-1 也就是整个数字的整体 然后第一个数跟第二个数之间进行比较 哪个大哪个就放在后面 然后是第二个数跟第三个数之间进行比较 哪个大哪个就放在后面 这样依次交换过去 最大的数会最终放在数主的最后的位置 然后把范围从0到n-1变为0到n-2 这样一来第二大的数在交换过后 会放在整个数主的倒数第二的位置 我们依次进行这样的交换过程 把范围从0到n-1 最后变为范围只剩下一个数的时候 整个数捕就变得有序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一下选择排序 选择排序呢依然是时间复杂度为 比较n平方级别的算法 一开始在整个数捕上 也就是范围0到n-1上选出一个最小的值 然后把它放在位置0上 然后在1到n-1的范围上选出最小的值 把它放在位置1上 这样的话依次范围从0到n-1 1到n-1 2到n-1 一直到最后只包含最后一个数的时候 整个数捕就变得有序了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介绍一下插入排序的主要过程 那么首先呢是位置1上的数跟位置0上的数进行比较 如果位置1上的数更小 那么它就和位置0上的数进行交换 那么接下来呢考察位置2上的数 如果位置2上的数它的值计为a的话 a就和它前面的数进行比较 如果它比位置1上的数更小 那么a就和位置1上的数进行交换 交换之后a再和位置0上的数进行比较 如果它还是更小就和位置0上的数进行交换 接下来对于位置k上的数 假设它的值计为b的话 b就依次和后续的位置上的数进行比较 如果b一直小于它前面的数 就一直进行这样的交换过程 直到它前面的数小于等于b 那么b呢就插入当前位置 那么我们依次从1位置到n-1位置 所有的数都进行这样的插入的过程 最终整个数就变得有序了 那么刚才说的三个排序呢 都是时间和达度为b勾n方级别的排序算法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进行介绍b勾n乘logn级别的排序算法了 常见的呢有四种 规并排序 快速排序 堆排序 以及希尔排序 我们依次对每个排序进行介绍 好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介绍一下规并排序的主要过程 规并排序呢 首先让数中的每一个数单独成为长度为1的有序区间 然后把相邻的长度为1的有序区间之间进行合并 得到最大长度为2的有序区间 接下来再把相邻有序区间之间进行合并 得到最大长度为4的有序区间 依次这样进行下去 4和8 8和16 直到让数中的所有的数合并成统一的一个有序区间 整个过程结束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介绍一下快速排序的主要过程 那么快速排序呢 是随机的在数字中选一个数 那么小于等于它的数 统一的放在这个数的左边 大于这个数的数 统一放在这个数的右边 接下来对左右两个部分 分别地规的调用快速排序的过程 这样就使得整个数都有序区了 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一下快速排序中一次完整的划分过程 就是选择一个划分值之后 小于等于它的数是如何都放在它的左边 大于它的数是如何都放在它的右边的 那么首先 另用划分值 放在整个数组的最后的位置 然后我们设计一个小于等于区间 在初始的时候 小于等于区间的长度为0 放在整个数组的左边 接下来 从左到右遍立所有元素 如果当前元素大于我的划分值 那么就继续遍立下一个元素 如果当前元素小于等于我的划分值 我就把当前数和小于等于区间的下一个数进行交换 然后我用小于等于区间向右扩一个位置 那么在遍立完所有的元素直到最后的数的时候 我把最后一个数也就是划分值 于小于等于区间的下一个元素进行交换 这个就是一次完整的划分过程 它的时间达度为b勾温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介绍一下堆排序的主要过程 堆排序首先是把数组中的n的数 建成一个大小为n的大根堆 那么我们知道堆顶是整个所有元素中的最大值 把这个堆顶元素和堆的最后一个位置的数进行交换 然后把最大值脱离出整个堆结构 放在数的最后的位置 那么作为数的有序部分存在下来 那么把接下来再把n-1大小的堆 从堆顶位置开始进行大根堆的调整 再调整出一个n-1的数中的最大值 放在了堆顶的位置 接下来把堆顶位置的值和整个堆的最后一个位置的值进行交换 同样作为了整个数字的有序部分 堆的大小从n-1变成了n-2 继续这样的从堆顶位置开始的大根堆调整 这样每次堆的大小会依次减低 那么数足的有序部分也会依次的增加 当堆的大小减为1的情况下 整个数就变得有序了 最后我们来介绍一下希尔排序的主要过程 希尔排序是比较特殊的排序 我们先介绍它的主要过程 然后再去说明它的特殊性 希尔排序实际上是插入排序的一个改良的排序算法 它的不长是经过调整的 比如说我们知道插入排序中 我每次的一个数要插入到前面有序的序列中的话 我每次是跟前面的一个数进行比较 那么它的不长实际上是1的 那么希尔排序却不是这样 希尔排序它的不长是逐渐调整的 准确来说是从大到小调整的 那么我们直接举例子来进行说明 比如说我的数组是65318724 当初始步长为3的情况下 那么653作为前三个数 我是不需要调整的 从1开始 我1向前跳三位 来到6的这个数值 那么1跟6比较之后呢 发现1是比较小的 于是它跟6已经交换 接下来1就来到了位置0 那么它再往前跳三步就已经越界了 所以交换的过程停止 下面呢处理下一个数就是8这个数 8向前跳三位呢 它是跟5进行比较的 发现它跟5比较 它比5要大 所以直接停止交换的过程 进行下一个数的调整 那么就来到了7这个数的位置 那7向前跳三位呢 实际上发现7又是大于3的 所以7这步也不需要进行交换 接下来呢就来到了2这个位置 2向前跳三位 此时它是跟6进行比较的 那么2比6小 所以2跟6之间进行交换 那么2再向前跳三位 此时发现2应该跟1进行比较 它比1要大 所以2停在原位置 整个交换过程停止 接下来处理4这个数 我们看4向前跳三位 来到了8这个数 4跟8比 那么4是比较小的 所以跟8互换位置 接下来4再向前跳三位进行比较 发现它小于继续跳三位之后的5 所以4跟5之间进行交换 接下来4来到了位置1 它再向前跳三位呢就已经越界了 那么整个的这样一个不昌为3的插入排序就结束了 接下来不昌为3之后 可能还有不昌为2 最后来到不昌为1 也就是一个经典的插入排序的过程 那么希尔排序呢 最终都会与不昌为1的情况结束 那就这个呢 就是整个希尔排序的整个过程 那么希尔排序的崇拜 完全在于它不昌的选择 那不昌选择越优呢 它的时间复杂度就会越低 那不昌选择越裂呢 它的时间复杂度就越趋近于 比较N方级别的排序战法 感谢观看